实际上呢,现在的人呢,实际上很聪明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命和运 实际上有的人呢,觉得呢 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我为什么不顺利呢 同样来讲,为什么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呢 实际上呢,这里面归根基底的 从定死的方向来讲 就是一个命,就是大家都会算命啊 很多人喜欢算命,但是呢 能不能改呢,一定能改 如果不改呢,台长就没人听我的了 因为呢,大家都去算命就可以了 算出来命说,哦,等你发财,你看看你发我发财 很多人从小算命的时候说他 哇,你这个人真好啊 你可以有三个老婆 后来一个想啊 啊,一想啊 哎,不是只能一个吗 怎么三个老婆了 好了 离婚三次 啊,这也是他的命啊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吗 有时候算得很准 坏的呢,算得特别准 好的呢,都不大准 啊,这是人的真的毛病 你不信你小时候 啊,没关系 谢谢 如果你小时候啊 如果你小时候算命算的好的时候 说你有发财啊 你一定不要相信 因为有财力的人啊 他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命运在跑的 如果你这辈子一直在做善事 做好事 可能你慢慢慢慢的呢 啊,你真的能有钱 如果你一直 就算你命里有财的话 但是你一直在做坏事呢 你时间长了呢 你这个运程就没了 你这个财就没了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还有的人呢 台长在开始之前呢 因为每次都有很多新的人来 所以台长呢 喜欢跟大家先讲讲 我们大家关心的 喜欢的事情啊 那么有的人呢 结婚之前呢 算命 这个男的呢 特别好 命特别好 但是结了婚之后呢 他开始就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命啊 跟命啊 有合八字 比方说老公是一个好命 找了一个老婆 是一个很差的命 两个人八字一合之后 那么老公就开始倒霉了 运程就不好 所以有的女人呢 是妄妇的 有的女人呢 是克服的 都有道理的 所以我讲给你们听的意思呢 不是叫你们去研究 叫你们去想 要叫你们改变 那么 因为人的命啊 它一定会变化 怎么变呢 很简单 一个人的身体 从小生出来不好 比方说妈妈有胆囊炎的 孩子基本上都有胆囊炎 那么这个已经是天生的了 就像我们说的 这是像 要比方说像 算命一样 你算出来 这是真实的事情 那么这个胆囊炎 你应该怎么样呢 哦妈妈胆囊炎 我肯定有胆囊炎 那就让他发吧 那你肯定就是胆囊炎了 那么台长现在教你们什么呢 知道胆囊炎之后 我帮你们想办法医治 帮你们转变 看 你们算命算出来 你们命不好 你们就要慢慢把他转 对不对啊 看看自己过去脾气不好 就要把他改好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脾气不好啊 你们知道吗 有很多人脾气很不好啊 实际上脾气不好 也是两方面的 有的人 这个脾气好 本来脾气很好 结婚之后 因为对方脾气不好 所以两个人呢 脾气越来越不好 大家明白吗 这是一个 让我脾气